大家好 我是威廉沈 沈玉琳 好 我是台灣通告王 同時我也是鎖台王 我是荒謬大師 同時我也是綜藝鬼才 厲害齁 外號繁多 這當中最中肯的外號 是人們尊稱我為 嘉義彭于晏 李彈 我的粉絲 在奇葩說當導師的時候 被人罵到半死 你還是沒有學我學到位 我身上還有一個品質 就是做人 要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 好啦 來說說歐陽靖 來 饒舌很厲害 而我呢 也常常被大家稱作是藝能界的饒舌之神 想必大家都聽過 威廉沈 AKA 我本人的 最新 最新 最新的 饒舌單曲 想聽嗎 誰 誰 又有讀書破玩具 下筆如有神 今天我要向你介紹一個APP 他叫有視頻 上面精彩的內容 有貓有狗有名人 一有金有就在有視頻 還有饒舌之神 我沈玉琳 你覺得我的饒舌是屬於什麼Label的 很顯然 他已經被我的饒舌震撼住了 厲害 不然就是國語太差 他根本沒有聽懂我在唱什麼 對 歡樂時光過得總是特別快 歐陽娜娜 我的同鄉 出生自演藝世家 他的爸爸當年還是瓊瑤劇的當家 男一號 很多看過歐陽娜娜表演的人 聽到這裡 應該已經猜得出來了 是的 他的爸爸就是馬錦濤 好啦開玩笑啦 這怎麼可能呢 他就姓個歐陽啊 他的爸爸其實是 歐陽靖 好啦不要管他爸爸是誰啦 總之他們這種新二代呢 小小年紀就承受了很多壓力 但相比較於他得到的關注來說 這點壓力又算得了什麼呢 歐陽娜娜 你得到的關注還不夠多嗎 連諧星這碗飯都要跟我搶 四歲就上康熙搶我通告 這就算了 現在演戲 又那麼好笑 到底是B是誰啊 好啦關於方文山 我真的是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啊 真實的我特別強調 真實真實真實 很重要所以我說三次 之前有一次呢 吳宗憲憲哥帶我去方文山的這個生日派對 當時呢車上還有憲哥 未公開的緋文女友 車子開到以後呢 發現記者都等在門口 那憲哥就很有經驗啊 就說 嘿嘿 欲林見鬼啦 我們先不下車 我們繞一圈 記者就會通通走掉 好啦我們一圈繞回來 發現記者真的不見了 然後憲哥就大大方方拉著緋文女友下車 結果記者 一群跑出來 深披樹葉 頭頂花盆 對著憲哥一頓狂拍 好啦第二天 憲哥跟他的緋文女友 通通上了頭條 那扯了半天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跟方文山沒有一點關係的故事 就是因為 方文山 要不是 你非要過生日 憲哥也不會上頭條 好 以下關於張藝新的 是編劇設定給我講的 絕對不代表本人立場 絕對不代表本人立場 好啦 我是 我認真的要讚美張藝新啦 張藝新真的很厲害啦 不僅是歌手 唱跳踢人 人體節拍器 還做製作人啊 主持人啊 演員等等等等 就連他出唱片 也是一張專輯裡面有22首歌 而且還包含9種曲風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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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亂槍打鳥嘛 我活了這麼多年 數都數不出來9種曲風 為什麼搞這麼多曲風 還不是因為找不到適合的 而我揪一種曲風 就被大家銘記了 就是什麼 我的饒舌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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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數破萬劇下鼻竹又深 好啦不唱不唱 再唱欲揚禁就學會了 其實我是很能理解張藝新啦 這麼努力打拼 就是為了獲得更多人的認可 但是尋求別人的認可這種事 就是一個無底洞 是填不滿的 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做人最難的 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的 這是蘇格拉底的問題 現在也是張藝新的問題 人世間最可貴的事情 就是做你自己 如果連你自己都做不成功的話 那就表示你自己 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 人生就是這樣 關關難過 關關過 今天沒過 不要難過 因為明天 一樣不會過 謝謝大家 我是沈玉琳 Thank you see you